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渊吉则守卫好老朝太元 唐朝建立后呢 李渊按照立长不立右的古训 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 可李建成发现 随着二弟李世民的战功越来越大 身边又有长孙无忌 房玄陵 玉池靖德等一批猛人 担心自己将来当了皇帝后 无法驾驭李世民 于是便联合李渊籍 三番四次在李渊面前陷害 排挤李世民 李渊也觉察出了这个问题 于是开始想办法搞平衡 不让李世民带兵了 除了不让李世民领兵 李渊还听信了李建成的谗言 准备治李世民的罪 幸亏宰相陈淑达尚书李渊 说 秦王有大功于天下 不可处也 且性情刚烈 若加错意 恐不胜忧愤 或有不测之急 陛下悔之何急 陈淑达的意思很明显 李世民功劳太大 手下能人众多 加上他性情刚烈 如果皇上你一味打压他 把他弄齐了 谁也不能保证他会不会干出什么事来 到时候悔可就晚了 李渊权衡再三 感觉陈淑达的话有道理 便没有治李世民的罪 所以后来李渊吉又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 想让李渊干掉李世民时 李渊对李渊吉说 彼有定天下之功 罪状未助 何以为此 虽然李渊没有对李世民动手 但他一味站在李建成这边打压李世民 必然会伤害两人的父子之情 不久后的一天 李建成请李世民到太子宫饮酒 酒宴散后 返回府中的李世民 突然感觉腹如刀脚 同时吐血不止 幸亏怀安王李神通及时赶到 让自己府中的一个名医替李世民治疗 这才将李世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得知李世民中毒后 李渊过来看望 他对李世民说 我已施令建成 今后不许和你饮酒了 我看你们兄弟间似乎有些误会 我想派你去洛阳 管理陕州以东的广大地区 像汉朝梁夏王一样 你看好不好 李世民一开始没有同意 表示自己不愿远离父皇 李渊安对李世民说 洛阳和长安路程很近 我想你是可以随时去看你 你不用悲伤 李世民这才勉强答应了下来 得知李渊想让李世民去镇守洛阳之后 李建成和李源吉商议说 如果秦王到了洛阳 掌握了军队 我们再也不能控制他了 将他留在长安 他只是一个匹夫而已 还不是听我们摆布 于是他们支持手下上书 历程派李世民镇守洛阳的弊端 李渊于是改变了主意 不再提这件事了 过了些天 李世民手下大将玉池靖德 向李世民报告了一个情况 李建成派人送给自己一车金银 说是想和玉池靖德交个朋友 玉池靖德将金银退给了李建成 结果当晚家中便来了几个刺客 想要刺杀玉池靖德 只不过玉池靖德警惕性很高 刺客没有得手 就在玉池靖德向李世民汇报完这个情况后不久 李源吉在李源面前诬陷秦王府的玉池靖德和承直结 李源大怒准备杀玉池靖德 幸亏李世民立见 这才保住了玉池靖德的性命 但还是将承之杰贬到了康州 承之杰对李世民说 李建成把我们这些人都弄走了 大王一定要早做准备呀 武德七年 突厥来犯 李源命齐王李源吉率军出征 李源吉提出要玉池靖德 秦书宝 段志玄 等李世民的手下同行 同时让李世民手下精锐的玄甲军随自己出征 这明显是想架空李世民 让李世民成为一条案板上的鱼 任凭李建成宰割 李世民感觉到了危险 决定先下守围墙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日 李世民率长孙吴继 玉池工等人入朝 同时在玄武门埋下伏兵 当天上午 李建成与李源吉骑着马来到临湖殿时 李世民率领伏兵出现了 李源吉想射死李世民 但却没有射中 这时李世民的坐骑受到惊吓 驮着李世民奔入玄武门旁的树林后 李世民从马上摔了下来 这时李源吉已经追到 正想杀掉李世民时 却被赶来的玉池靖德一箭射死 玉池靖德将李世民扶上马后 两人赶往玄武门 李世民一箭射死了李建成 李建成的部下冯丽和薛万彻 听说李建成中了埋伏 率两千人赶到玄武门 准备救出李建成 见玉池靖德手中提着李建成和李源吉的首旗 东宫的手下一下子没了斗志 纷纷落荒而逃 这场政变最终以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终 玄武门事变时 李源还在海池与妃子们划船嬉戏 当一身戎装的玉池靖德 奉李世民保卫皇帝之命出现在他面前时 李源表现得非常惊诧 询问发生了何事 玉池靖德告诉李源 太子李建成和其王李源吉叛乱 被秦王诛杀 秦王怕皇上受惊 特意派我来护驾 听到李建成和李源吉被杀的消息 李源心中顿时如同打发了五位平一般 李源素来疼爱李建成和李源吉 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 怎不叫李源心中悲痛万分 玄武门事变后 为杜绝后患 李世民将李建成和李源吉的儿子尽数杀光之后 这才进攻面见李源 被李世民杀掉的这些李家第三代包括 李建成的儿子 陆王李承道 河东王李承德 武安王李承迅 汝南王李承明 陆巨王李承邑 李源吉的儿子梁俊王李承邑 于阳王李承鸾 浦安王李承蒋 江夏王李承玉 易阳王李承杜等等 这些人被杀后 名字也被移出了李氏宗谱 在民间传说中啊 李世民杀了这么多侄子后 经常做噩梦 梦到这些人的鬼魂前来索命 于是让玉池靖德与秦书宝来替自己守门 后来呢 李世民怕累坏了两人 就让人把两人的画像贴在门上 两人也因此成为后世民间供奉的门神 李渊在看到李世民杀了自己这么多儿孙后 悲痛地指着李世民说 辱杀吴子孙 他日吴子孙妇如是 这句话的意思是 今天你杀我子孙 日后你的子孙也会遭到报应 会和李建成李源吉的子孙一样的下场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啊 李源的这句诅咒 并没有引起李世民的重视 李世民并不知道 冥冥之中 上天早已为他的后人 设计好了 与李建成李源吉的子孙 相似的结局 武德九年六月七日 李世民被李源策立为皇太子 自金国术士 吴大晓 西伟太子出绝 然后文奏 也就是说 从这一天起 李源已经成了一个 有名无实的空头皇帝 李世民成了大唐帝国 真正的掌舵者 李源对此心知肚明 于六月十六日 告诉培记 朕当家尊号为太上皇 很明显 李源知道 李世民最希望看到他怎么做 主动退位 才是自己最明智的选择 武德九年九月四日 李源宣布退位 李世民正式登基 尊李源为太上皇 当了太上皇后 李源不再过文正式 安心过上了享乐的日子 而李世民在李源交权之后 至少表面上 对这个父亲还挺不错 李源不愿意搬家 李世民就让他 在太极宫里住着 李源搬到大安宫后 李世民经常过去请安 李源嫌大安宫住着热 李世民就为李源 修建大明宫 虽然动工第二年 李源就去世了 闲下来的李源 整天无事可干 如果说他还有什么事 能干的话 只有生孩子这一件事了 别看李源年纪大 但在生孩子这件事上 可谓凶风不减 在当太上皇的几年中 他接连生了三十多个孩子 包括十七个儿子和十三个女儿 最小的儿子居然比重孙子还小 可谓千古奇观 李源给李世民生下了这么多弟弟妹妹 让李世民大感头疼 但又无可奈何 这些弟弟妹妹中 虽然没有出现过像李建成 李源级那样 与李世民争权的人 但有不少仗着是李世民的弟弟 比如江王李源祥 藤王李源英 就在长大后胡作非为 替李世民惹了不少麻烦 玄武门之变后 李源发出的那句 辱杀无子孙 他日辱子孙亦父如是的诅咒 后来看来也极为灵眼 李世民共有十四个儿子 出了三个夭折的 活到成年的孩子中 只有两个得到善终 一个是唐高宗李治 另一个是赵王李福 除此之外呢 活到成年的九个儿子 都没有得到善终的 抛开报应这种迷信思想啊 李世民子孙结局不好 或许是因为李世民 在上位时带了个坏头 他打破了敌掌子继承制 靠武力夺取了皇位 也给后世子孙带了个不好的头 导致了唐朝近三百年 围绕着皇位发生的宫廷政变 层出不穷的现象 南朝宋武帝刘俊的第八子 刘子鸾 从小变身的父亲刘俊喜爱 后来哥哥刘子叶即位后 派人将年仅十岁的刘子鸾赐死 刘子鸾临死前说了一句著名的话 愿永世永生 不再生于帝王家 也许只有生于帝王之家的孩子 才读得懂这句话背后的心酸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